然後我們是V台灣的成員 然後這是我們也在進行中的一個專案 叫做天竺鼠測試的PickPick 就是共享免許的法律一條事 那我先講一下V台灣是什麼 V台灣它是一個bottom-up的debug 我們...我自己講到法稱為就是Law Debugging 就是我們都知道Law就很像程式碼一樣 它這個程式碼是用RG做國家的 它用RG做整個社會的 它是一個很像code的東西 但是它是用文字寫成 然後它不是用程式語言寫成的 但是它還是需要debug 它還是會有問題出現 然後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以前這個debug的工作是交給 Polumn member 立法委員他們進行的 但是現在的這個debug的工作 我們希望說是可以開放給大家 每一個對於這個相關的法規有興趣 或者是覺得這個法規有問題的人 都可以有這個機會來參與我們這樣子的debug的工作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在進行的專案 就是我們目前台灣其實有在台北還有在台中 還有很多地方都有這種共享運聚 就是所謂的像Wemo 然後GoShare 然後Iran這種共享機車的東西 但其實現在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並沒有一個中央的法規來做統一的一個規範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去查一下有沒有國外的一些相關的法律 或者是現在的法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還有相關的爭議有什麼樣的東西 都可以來做為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其實就是想要讓更多的人認識V台灣 因為我們覺得V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平台 然後它其實也代表著就是我們可以真正的透過公民的力量去改變整個政府的法律 或者是制度的概念 所以希望能夠讓越來越多人進來V台灣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加入V台灣 然後一起來做這個共享運聚的一個法規條詞的一個討論 然後這個專案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我覺得這個專案適合你對 只要對社會議題有興趣 對於政府制度有興趣 對於Debug有興趣的人都可以進來 這樣子 好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